欢迎来到温哥华Tony先生 我是温哥华的Tony 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下 如何用这个Entrella的新型的屋顶材料 更换仓房或者这个工具房的屋顶 它的最大的特点是重量比较的轻 然后安装比较方便 让我们看一下它是如何安装的吧 这是我们要维修的工具房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里面 千穿百孔啊 现在我们到屋顶上看一看 我感觉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说的那种破房子 里面都长草了 我们拆了一半 另外一半给大家看一下 经过一天的拆除就变成这个样子 第二天 这是今天干活的地方 这是一个小的工具房 屋顶我们要给它换一个 这是我们干活要用的一个腰带 放上这个钉子卷尺 这很多东西今天不放太重了 之后有把榔头 用室外的这个螺丁固定好屋顶上的木板 正好 这个钉子卷尽 这些钉子卷尽 我一看 是 钉子卷尽 接着 钉子卷尽 这些钉子卷尽 按钉子卷尽 我一看 钉子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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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点确认一线 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用2x4就当尺子用了 用这个无线的圆锯 把这个板子切开 我们做屋顶的板子 其实可以用多层板 和这种叫OSB的板子 都是可以的 通常在做屋顶的时候 它会有两种选择 这种是 看一下 这种是7分之16的 是标准的这个屋顶用板 还有一种比它稍微再薄一点 但是还是这种比较好 稍微厚一点 接近于半寸 接下来在木板上把防水纸铺上 一直都会使用 但是接下来是 放入鞋子 这个是金属的边条 是坐在这个防盐下是防水用的 这个金属的边界条已经做好了 完成了屋顶的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把这个所用的这个Panel 从院子当中搬到后院来 这个场景有点像PS的游戏 有没有有点像 2尺寸 然后用无线圆锯进行切割 把切割好尺寸的Panel放到屋顶上做好标记 这是专门用的钉子有防水垫圈 这个弯度稍微往下折一点 这个是保护木头 然后这个它有一个曲线 我们让它稍微往下一点 这个水就可以流到这边 稍微出来一点 我们从下看一下就会比较明显 稍微出来一点 让它盖过这个铁皮 铁皮呢盖过这个里面的东西 按照着这个防水的纸盖到这个板子上 然后铁皮呢盖到这个防水纸上 然后这个呢稍微出来个半寸 或者是多少都可以 不能太少了 然后出来以后把它打了以后 这个盖在这个铁皮上 像这种新型的这种防水的瓦片呢 有的地方要求高的话 它需要有一个密封的 有一个curve的一个密封的一个泡沫 可以防止这个什么进入 但这个目前这个房子呢 因为状况不是那么好 我们只是简易放一个东西 所以要求没那么高 然后就没有做这个密封 因为做了密封也没用 这种门呢窗啊基本上都是漏的 就放放工具而已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 不放这个密封的这个泡沫条了 这种比传统的那种single的瓦片要轻很多 然后也更持久 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是大概是四五寸左右 它可以盖上 还有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稍微短了 那么四分之一寸或半寸 它是可以这样拉长的 它是可以拉伸的 这个里面每个稍微拉伸过来 是可以可以这么做的 或者它太长了 我们可以稍微挤一挤 但是说这个范围不是很大 还是有伸缩的可能性 你像今天的这种呢 就基本上差不多 稍微拉一下就好了 基本上我们像那边做的时候 要稍微再出来一点 因为水流是通过这个流下去 然后流在这个里呢 它有一个这种防水的保护 它就积水积在这里 不伤害到木头 这种设计还是不错的 有些呢 会在这个地方采用 就是说也是这种金属的这种防水的边 那这个里面 作为这个小房子来说 就是没有多大必要了 让它流下来就可以了 这种防水的边缘 这是屋极上用的材料 这种材料我们用美工刀就可以把它割开 按方向折叠 然后用这个防水的钉子固定即可 同样起着防水的作用 我们用这个材料打入冰箱 就用这些材料打入冰箱 然后把个材料打入冰箱 现在小材料打入冰箱 我就打开 它是一个材料打入冰箱 坐在这里结束了 天居然下起了雨 让我们看一看完工后的样子吧 再次感谢您观看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对内容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的频道 点击评论并转发 我们有定期的内容进行发布 好 下期见 拜拜